男子网球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科维奇 五日在巴黎参加法国网球公开赛 又不小心把球打到了现审 由于他在上个月初参加美网公开赛时候 曾经因为误及现审 遭判失格让他很紧张 还好这一次官方认定了只是意外 最后乔科维奇也不负众望 击败了俄罗斯选手 连续11年挺进了法网八强 画面上可以看到男单网球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科维奇 对上俄罗斯好手哈查诺夫 见哈查诺夫打出了一记角度刁钻的强袭球 结果乔科维奇来不及反应 一挥拍球往场外飞了出去 才直直飞往一旁的男先生 男先生随其缩头 但还是被打到脸部 乔科维奇马上上前查看现审的情况 还好就为男先生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用眼神向乔科维奇示意 表示自己没事 法网官方也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并非乔科维奇故意要打他 所以让乔科维奇继续比赛 乔科维奇会这么紧张也不是没有理由 因为在9月初他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时 对上西班牙选手卡雷诺 在落后的情况下 他竟然将球不小心打到一旁女先生的喉咙 让女先生当场倒地 最后主审以违反运动道德的理由 取消乔科维奇的比赛资格 让他在每晚16强止步 还被取消奖金 还好这次的法网就是重演 但没被判时隔还能继续比赛 最后他也击败了对手 让这场比赛成为他生涯第47次 打进大满贯三十八强 公司新闻红尘博续小金 公司的报道